本期视频火力军带大家欣赏一下 美国陆军现役装备 看看哪款能够称之为陆战之王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接下英国位子 当上了世界霸主 成为了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综合国力远超全球其他国家 军事实力更是如此 根据2021年的最新数据 全球军费总和首次突破了2万亿美元 其中美国军费更是一记绝尘 以8,010亿美元高居全球第一 仅他一国的军费开支 就占了全球军费总开支的40%左右 并且超过第二名到第16名的军费支出总和 美国军事力量 由美国陆军 美国海军 美国空军 美国海军陆战队 以及美国海岸警卫队所构成 美军现役部队人数143万人 其中陆军54万人 海军37万人 空军33.3万人 海军陆战队19.5万人 可以看到 美国陆军兵力 仅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多一点 这样的比例 全球除了美国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做到 从此至少可以看出一点 美国军事战略侧重于进攻 而不是防守 自二战以来 全球大大小小的军事行动 直接或间接的都有美国的身影 尤其是两次伊拉克战争 美军分别参战了22.5万人和19.2万人 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 从全球各地的军事基地 短短几周内部署到沙漠地区 各界美军令人恐怖的后勤能力 而能达到这样迅速的部署速度 自认是与强大的海空军密不可分 美军10个航母战斗群 加上35艘大大小小的运输舰 以及660架各型运输机 能够将源源不断的美国大兵 在数周内投放到全球任意一个角落 因此美军内部也有一等人海军 二等人空军 三等人陆军的说法 然而身为三等人 就一定敌人一等吗 别忘了每次最后打扫战场的是谁 当然是我们的陆军兄弟 毕竟在战场上直面最惨烈的战争的是陆军士兵们 因此虽然在每年的军事预算中 美国陆军分道的军饷 总是比海军和空军要低 但是丝毫不影响陆军采购世界一类武器装备 M1A2 SEPV4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这是美军M1系列坦克最先进的型号 也是美军21世纪陆军数字化战场的核心 虽然其最初型号至今已服役30余年 但升级为SEPV4后 M1A2面对比它晚出生的对手丝毫不落下风 在各国发布国际武器排名中 通过对坦克机动性能 火控系统和防护水平等方面的综合评估 甘型坦克蝉联世界最强坦克的称号 M1A2 SEPV4拥有极强的防护能力 在SEPV3已经极致的装架上 美国陆军对其升级了2.2吨的以色列战利品防护系统 能够提供态势感知和主动防护硬杀伤的功能 这也是其重量达到了75吨左右 成为名副其实的战场巨兽 别看其体型重大 它却能以7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公路上狂奔 其配备的120毫米44背径M256滑糖炮 能够在战场硝烟和恶劣气候环境下 做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 在夜战能力方面 M1A2 SEPV4换装了第三代中长波段热成像夜视体系 与别国的成像夜视体系相比 其在恶劣环境下作业 才能更强探测距离更远 而且还可以对抗选用红外隐身涂料的目标 可以说在战场上一旦遇到了它 敌方坦克就陷入了打也打不过 藏也藏不住 逃也逃不掉的境地 M2A3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M1主战坦克是正面战场的突击主力 M2布雷德利步兵战车是其最好的支援者 在协助坦克进行突击的同时 也能够为陆军士兵提供完善的防护 其加装了高达115块的附加装甲和爆反装甲 这些大大小小的装甲 涵盖了M2的所有关键部位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 M2布兵战车就已经名声雀起 即使每天高速行军400多公里 该车的可用性还是高达90% 要知道在高强度的作战中 不是那么好容易做到的 因此美国前国防部长对它的评价 甚至一度超过了主战坦克 其不仅防护能力出色 火力也是相当强悍 配备25毫米M242大毒射击炮 采用了电动链式弓弹 搭配全电动式炮塔驱动系统 双向稳定器 以及带热成像仪昼夜二合一秒准径 可发射M791型夜光脱壳穿甲弹 M792型夜光燃烧弹 和M793型夜光训练弹 发射脱壳穿甲弹时 可以在1000米的距离上 轻松击穿66毫米的军制钢装甲 在海湾战争 M2发射的装备有 平油弹头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甚至2500米的距离上 击穿了BMP-1不战车的装甲 然而M2步兵战车并非这一款武器 除了一挺常规的12.7毫米机枪外 炮塔左侧 还装备了可升降的 陶式反坦克导弹发射器 其3750米的最大命中距离 可以弥补25毫米机炮的射程上的不足 除了装在管内的两发带发弹外 车内还有五发备用弹 其配备的用于探测距离的 远程目标识别的红外热成像瞄准镜 甚至比坦克上的还要先进 在当年的海湾战争上 甚至出现了M2步兵战车为M1坦克 只是远距离上敌方目标位置的奇特现象 史遂克装甲车 这是美国陆军的另一款步兵战车 与M2不同的是 其采用轮式而非履带设计 17吨的体重 也比M2的30多吨要轻便不少 因此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战场投送能力 能由C130和C17运输机空投空运 公路时速也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 其灵活性远优于美军重型装甲部队的 M2步兵战车和M1主战坦克 但不要以为它的体重轻 跑得快 打人就不疼了 恰恰相反 其采用模块化设计 除了可以装备M2上的12.7毫米机枪外 还可安装MK19型40毫米的自动榴弹发射器 甚至可以装备射速是每分钟6发的 M68A1型105毫米火炮 能扛着大炮在公路上挤持 连大哥M2看了都要高喊一声惹不起 其唯一的缺陷就是追求轻便 导致装甲太薄 防护能力弱于M2步兵战车 基础的车身仅能抵挡7.62毫米子弹 车头部位也仅能够抵挡部分火箭弹 以及30毫米炮弹 但美军对于其定位就不是正面硬钢的选手 凭借着仅17吨重的重量 一架C17运输机可以同时运输4辆史崔克装甲车 在战时可以在96小时抵达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正所谓速度及时战力 这也是美国陆军在21世纪后作战模式转变的一大特征 汉马多用越野车 汉马可以说是美军的标志型军车 是各类影视作品中出镜率最高的陆军车辆 只要汉马出现就代表着美军已经摸到你家门口 自1985年 其第一辆车型M998诞生以来 汉马已经在美军中服役30多年 期间在各大战场立下了汉马功劳 其车体结构进行了扁平化处理 有着较大的轮距在车辆高速行驶 或者是紧急制动时会更加平稳 离地间隙达到了0.41米 和当时的主战坦克差不多 并且采用了大型的宽洁面轮胎增加接触面积 加大了车辆对地面的附着能力 能适应沙漠沼泽松软泥泞路面等各种场景 同时汉马采用了全14区 前后车轴几乎完全一样 差速器直接安装在底盘的大梁上 即使出现了三个轮胎打滑 也能依靠一个轮拖混 是一款有着高机动高可靠性 高兼容性和高适配性的军用车辆 汉马作为美军中机动性最强的越野车 被改装为多种型号以执行不同任务 除了最基本的人员运输车外 还有反装甲目标的地狱火导弹发射车 搭载独次导弹的复仇者 短程防空车 和装备105毫米火炮系统的鹰眼自动火炮车等等 可谓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当然一款如此全能的军用越野车也不是毫无缺点 面对汉马的防护能力就有颇有微词 据美国国防部统计 在伊拉克战争中 美军每五人中就有一人是死于汉马车里 汉马在不断改进中越来越不堪重负 装甲薄 信息化程度低 已无法胜任美国在全球战场上的需求 迫不得已 美军将目光投向防地雷反伏击车 研发出了汉马的继任者 GLTV联合轻型战术车辆 拥有比汉马更强的装甲 新型电子设备和先进的混合动力引擎 采用模块化设计 顶部可以安装遥控炮塔等武器组件 目前美军已采购超过1600辆 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会全面替换汉马越野车 M270火箭炮 该型火箭炮于1977年开始研究 1983年投产并开始装备美国陆军 首次投入实战也是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 共发射9600余发各种弹药 摧毁了大量的伊拉克炮兵阵地 坦克集群和各种防御攻势 目前美军装甲师和机械化师下 边有一至两个火箭炮连 装备九门M270火箭炮 其恐怖的火力输出受到了许多国家的欢迎 大量出口到法国 德国 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家 也是北约标准的多任务火箭发射系统 全套M270火箭炮由底盘发射箱 及火控系统三大部分组成 发射箱分为左右两个 每个发射箱有6个227毫米火箭发射管 装配的M26火箭全弹重310千克 战斗部内装有644颗反步兵或反装甲两用子弹头 最大射程45千米 最小射程10千米 反装甲弹头可以击穿100毫米厚的装甲 反步兵弹头对人员杀伤半径为3米 一辆M270一次可以骑射覆盖6万平方米的区域 杀伤威力相当恐怖 因此被称为死神钢铁雨 除此之外 每个发射箱还可以改为装备一枚陆军战术导弹 最大射程达到了300千米 M270火箭炮不但威力惊人 而且自动化程度非常高 配备有吊装系统 可以自行吊装一体化的发射箱 整套系统只需三人操作 进入阵地后 火炮可以自动放列 掉屏和计算设计猪元 每发射一枚火箭弹 火控计算机都能使定向管重新瞄准 距离和方向边差仅0.7% M270火箭炮在各个方面的表现 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但其26吨的车重 给美军的快速部署带来了一定困难 该型火箭炮只能通过美军的C5和C17运输机进行空运 而C130运输机则望尘莫及 因此美军在其基础上又研制了M142海马斯火箭炮 该型火箭炮基本可以看作是M270火箭炮的轮式版本 采用6×6的5吨级M1083战术卡车作为底盘 加上发射箱和弹药模块 整个系统战斗全重10吨出头 其很强的机动性和快速部署能力是M270火箭炮系统无法比拟的 一架C130运输机一次可以运载两台 并且在运输机着陆后15分钟内即可做好战斗准备 射速为8秒一发 在装天时不超过8分钟 与M270火箭炮相比 M142海马斯占领和撤出阵地废时较少 一个配备9门M142海马斯的火箭炮连一次骑射的威力 相当于一个配备18门155毫米榴弹炮的迎击火力 并且在火力投送速度上 海马斯火箭炮连在30秒钟内即可完成射击任务 而一个155毫米的榴弹炮营 则需要花费12分钟才能完成 可以实现打了就跑的战术动作 M109自行火炮 这是美军目前装备数量最多的自行火炮 同时也是世界上装备数量和国家最多 服役期最长的自行榴弹炮之一 其最新版本为M190A7 采用了M2布列德利步兵战车的底盘 因此显著降低了成本和后勤负担 同时提高了机动性和生存能力 能够在全天候条件下提供火力支援 M190A7继续沿用了M190A6的炮塔 主炮为39倍口径的M284榴弹炮 加装了炮口初速测量装置 采用了半自动装弹机 尽管仍要手动装天发射药和弹丸 但由于装弹机发射弹药和炮弹推入弹糖 消除了手动推入发射药和炮弹时 因湿力不均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精度 最大射速为每分钟四发 发射普通炮弹最大射程为24千米 发射火箭助推榴弹最大射程30千米 发射M982神剑增程型GPS制导炮弹 最大射程40千米 M109A7炮塔内部的显示和操纵系统 完全实现了数字化 以先进的数字主干网络架构为中心 集成了车载数字化火控系统 一套综合导航和惯性定位系统 一台具有综合诊断程序的多功能计算机 由于自动化程度大幅提升 因此火力反应时间也大大缩短 能够快速射击和快速转移 极大的降低了遭敌防反炮兵火力报复的概率 在防护性能方面M109A7的基础型装甲 可以防御武器火力和炮便破弹的打击 此外可以装备附加的装甲套件 来提供更高级别的防护 M777 150毫米牵引式火炮 该款火炮替代了美军之前的M198火炮 是目前美国陆军中最为昂贵的牵引式火炮 该款火炮之所以价格昂贵 是因为其最大的特色就是超轻 整体重量只有3.42吨 M777榴弹炮为了减重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种在设计中 大量使用钛合金等高强度轻质材料的火炮系统 同时装有数字式火控系统炮载计算机 激光陀螺惯性导航装备和液金观瞄器材 从而使得M777榴弹炮造价非常高 但带来的好处就是质量较轻便于机动 该炮的重量是常规155毫米火炮的重量的一半 是世界上重量最轻的155毫米口径榴弹炮 不仅可以中型运输直升机调运 同时还可以由C130运输机进行空投 能够迅速转移阵地 避免被对手的炮火覆盖 具有低轮廓高生存力 以及快速部署和装载能力等特点 由于采用数字火控系统提供导航定向和火炮自身定位 该炮比老式的牵引火炮更快的投入交火作战 在实战中M777榴弹炮曾在打完三轮速射后 仅用5分钟的时间就转移到了3公里以外的地方 另外该炮每分钟5发的射速 使得其有非常可观的火力优势 M777A2型榴弹炮系统装备有升级软件 能够编程并发射M982神剑制导炮弹 射程达到40公里 射击精度达到10米以内 除了装甲车以及火炮外 美国陆军旗下还有各种型号的直升机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虽然该型直升机在1975年就研制成功 但阿帕奇以其卓越的性能 忧郁的实战表现 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世界上 武装直升机综合实力排行榜的第一名 目前其最先进的改进型是AH64E 机头下方搭载一门30毫米的M230链式机炮 炮口出速为每秒808发 最大射速每分钟750发 发射的M789穿甲弹可以穿透几十毫米的后装甲 除此之外 其短翼上对称分布的四个武器挂点 可以挂载16枚ACM114地狱火反坦克导弹 或者76枚九头蛇70毫米火箭弹 此外 其改进型号可以挂载AGM122反辐射导弹 AIM9X响尾蛇空空导弹 以及BGM-71陶式反坦克导弹 阿帕奇最著名的改进型AH64D 在蒋叶轴的顶安装了长弓火控雷达 此外被称为长弓阿帕奇 能够探测16千米以外的敌军目标 并同时跟踪256个单独的目标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不光火力强大 其装甲更是皮式抗揍 机体能够承受12.7毫米弹药 以及23毫米弹药的攻击 主旋液感亦能承受23毫米高爆弹的直接命中 液片是由复合材料制成的 在被击中后可以保持不折断 继续提供生力 两台发动机用钢板隔开 从而减小被同时击中的概率 如果被打坏一台 另一台仍有足够动力飞行 发动机的减速齿轮箱 在遭到击穿 润滑油完全流失的情况下 仍能继续运作30分钟 UH60黑鹰直升机 美军的直升机中除了APPA机 另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 就是UH60黑鹰直升机 该款直升机在影视作品中的出进频率 完全不出汗马 可以说黑鹰与汗马 一样是美军的到来标志 黑鹰直升机也是目前全球 最为广泛使用的通用型直升机之一 总产量超过4500架 该机从研制之初 就分为美军自用版和出口版两种型号 美军自用版编号UH60 而出口版则编号S70 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357公里 可以飞行到5790米的高度执行任务 在携带两具870升附油箱时 航程达到了2220公里 机舱内部除了主副驾驶座位外 可以乘坐11人 紧急作战任务下可以乘坐20人 配备有自卫对抗系统 尾梁前部两侧 安装博条红外干扰弹投放器 在座舱内部装有兼容夜视镜 以及飞行数据记录器 卫星通讯接收器 以及GPS惯性导航系统等等 黑鹰直升机以强大的通用性和可靠性 衍生出了夜鹰 海鹰 铺路鹰 战斗鹰 等种类繁多的型号 其武装型MH-60L DAP的火力 甚至不属于阿帕奇 能够挂在四枚地狱火反弹格导弹 一个19发70毫米火箭巢 甚至还能装备两套30毫米M230链式机炮 M230机炮可是阿帕奇使用的武器 阿帕奇也只能使用一套 MH-60L DAP黑鹰直升机 可以使用两套 其火力密度是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两倍 其机舱门处还可以装备一门M134机枪 使用7.62x51毫米的权威力弹 其火力密度相当惊人 对地支援时效果完全不弱于阿帕奇 讲到这里 火力军将美国陆军的武器装备 从装甲车辆到支援火炮系统 以及直升机都介绍了一遍 虽然目前美国陆军装备的武器 还远不止这些 但上述这些型号 基本涵盖了性能最强 使用最广泛的武器装备 当然美国陆军装备中 还有很多世界一流的武器系统 如防空导弹 单兵反弹克武器等 由于篇幅原因 火力军在接下来的视频中 会继续为大家介绍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在上面提到的武器中 你最喜欢哪一款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